好台中和平区环山部落呢 昨天晚上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 这个死者呢是一名赖姓士官 他趁周末呢陪着老婆回到和平的环山部落探亲 结果呢独自骑摩托车外出要去超商买东西的时候 回程呢疑似是因为天雨路滑 他不小心呢撞上了停在路边的大货车 有民众发现之后呢赶紧打电话报警 将人呢送往黎山卫生所来急救 但是呢最后还是宣告死亡 而这一名呢28岁的赖姓士官 家里呢还有一名9岁的女儿 经济状况呢也不是很好 没想到呢还发生意外 而根据了解呢他所属的单位呢 疑似是石军团 相关单位获知之后呢 也立刻派出连上的干部前往了解 来协助处理后续 而目前家人呢已经将赖姓士官的遗体 移回到南氏部落的家中 等待检察官饗宴 造成原因呢警方也要进一步厘清 以上最新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